3月11号 张杰的小号被扒出 这个名为潜水小狼人的微博中 充斥着负能量 我希望人心善良 世界和平 表达着对现状的失望 我其实很想任性点 透露着结果 似乎感觉很压抑 自己在看一些心理的书籍 我想调整过来 我不会说话 更不会宣泄 我想把埋藏在心底的痛叫醒 那是什么 别到头来 只是自己的影子 这微博更是在表达着 渴望改变自己束缚的心 对于微博 究竟是不是张杰本人的小号 网友宝宝们指出 签名的自己与结果本人的自己 如出一辙 11年5月发这条微博时 张杰的确当时在云南腾冲 而当时还发微博说 母亲节家人被媒体冤枉 与当时张杰父母否认儿子结婚的新闻也吻合 再加上那节 2011年4月26号 则发微博说 莫得一个小号 当天张杰小号就发了第一条微博 四大证据 这让人不得不信 这就是乌立基业呀 而很多粉丝 是直接评论 亲切呼唤结果 看着张杰大号中满满的正能量 再看看这小号里的无奈 真是不由的新闻系结果来 忙活了新闻 生活从来就不是一帆风势 爱懂也有自己的烦恼 报道